我最近真的賺到夠了 我真的很想給你賺一下 但是我沒有這麼多錢 不要緊 我可以和你去按 你真是好人 可以輕鬆賺錢 有誰不想 這名22歲的男事主 之前被朋友介紹很露宿 最終被人懷疑他涉嫌詐騙不得 還演變成非法禁錮 幸好最後被警方救出 事主何先生說 去年5月一名認識了當年的朋友 介紹了一份日薪1000元的工給他 他向朋友指示開了大約10個虛擬戶口 一個月賺了大約3萬元 但是到今年何先生多次被警方拘捕 說他開設的虛擬戶口涉嫌詐騙案 懷疑他是詐騙集團的成員 何先生於是聯同另一名 同樣被騙開戶的朋友報警 不過他懷疑因為這樣 抑鬱了詐騙集團 星期一晚上大約10點 何先生和女朋友在荃灣逛街的時候 被對方人馬帶去尖沙咀一間酒店 何先生被帶上房 女朋友就在地下等 期間對方自稱是黑社會 向何先生勒索60萬 要即時籌錢才可以 他報稱被人拳打腳踢 將5萬元過去對方的戶口 而女朋友知道何先生和親友籌錢 亦即時禁了2萬元帶上酒店房 何先生說那批男女帶了一隻狗 他就趁狗吠得很吵的時候 假裝打電話給朋友籌錢 靜靜地趕出地址求救 由朋友當作報警 最終在凌晨2點多 警方到場救他出來 另外以涉嫌非法禁錮 抓了五男一女 他們的年齡介乎34至52歲 其中兩個男女在涉嫌襲擊